雲 雲 雲 上面的 魚啊 還是要寫重一點 只有這長痕是輕 輕它都重 包含這樹畫都要重 點畫 連接的動作要清楚 咬弧度 然後 壓下來 勻 和 撇 它幫它撇的都蠻長的 樹畫短 橫畫要有弧度偏細 然後口偏扁 樹鉱偏長 綠 樹畫可以稍微重一點 畢竟就是喜歡把樹畫寫重 然後它寫得很輕 中間的間隔 橫畫很多 要注意一下如果保持它的間距 樹畫還是可以粗一點 綠 新 調 拉開 綠 剛剛才寫過 再寫第二次 拉長 口 寫扁 右邊 樹口寫得最低 要有弧度 雖然它不是最長的 還是要保留一點弧度 然後更具它的習慣 樹畫都寫得比較重 點 點很輕盈 做樹很重 長 折進來 點 這裡比較急 拉長 撇短 一個弧度 腊劑的 微巧的感覺 它真的把它寫肉 寫頓一點 重一點 點的話 硬帶都要清楚 這裡它稍微寬一點 因為它裡面真的寫肉 照理說這邊比較很重 照理說這邊比較很重 重點要脈絡清楚 它下面的桌子旁 倒是沒有什麼觸碰的感覺 頓頓的 要 平一點的 點話要清楚 點話要清楚 你不要管那個 刻鐵刻的清不清楚 刻不清楚 是因為當時的條件 沒有那麼好 那麼細 第二個 踏起來本來就不容易清楚 搞不好它刻得很清楚 踏得不清楚 這都有可能 但是你就是要把它寫清楚 你是用筆寫的 不是刻的 上面一樣 身體很長 好 這個圍一翹 那要夠重 有點翹翹的 比較好看 急 細刀出 注意這間隔距離 第一 每個塑畫的間隔距離 然後這個不要太大 因為這不是主筆畫 在這底比較長 拉開 雨浴 這個雨也是有點形塑化的感覺 就要在筆畫 形塑化 它是要靠近 好 這裡 有拉動拉動 形塑化的感覺 這個再拉開 然後向左邊 帶回來 向右邊 再帶過去 天 短的 刺長橫 撇短 腊長 飽滿 微翹 同 墨基本裡面有出現 而且寫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重 所以在寫 看著鐵本的時候 要想著墨基本 修 這刺長是短的 不用特別強調 那 就喜歡寫上瘦瘦的 彈起來 撇 點 可以稍往下拉一下 臂 臂 上面還是寫結實 只要根據 墨基本的寫法 都寫得很結實 不要把它寫虛了 照我說這個它應該習慣拉很長 這裡刻的有點短 不斷 臂 口肌的高一點 高一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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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這邊寫結實一點 然後結實 當然是這邊要寫重一點 敞而重 這要再封好 好 氣 這個 查了一下 跟 天氣的氣是一樣 有人講 這是指先天的 一般我們的氣是後天的 好 點這四個點它沒有連住 但是那個脈絡還是寫清楚 九 九 再放大本裡面也有 寫得很清楚 很銳利 粗細 貪心都做得非常好 煙 這次它的 左邊的口寫得到是比較鬆 然後 右邊的 音還是要保持緊密的樣子 這要封好 直 直 粗的 重一點 彈上去 就可以略清 好 這個字偏重 尤其中間的竖畫 是 到 是 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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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